现在我们要开认的就是 整个预算模板 也就这些表格 设置的方法与技巧 其实这个设置方法与技巧的讲述过程当中 我给大家讲一点 我会把预算怎么编包括进去 第二预算的说明怎么写包括进去 第三预算的审核相关的一些要点包含进去 我不会只讲预算表格的设置这一个 我是以它作为一个载体来把这些内容全部带给大家 好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预算总表一般就是这个样子的 内容很多对不对 从收入开始一直往下 到各种具体的预算的内容和咱们的一些相关的比例的指标 这个表格怎么做呢 记住了在项目这个地方 各位朋友 把你们公司所要求的 或者说你分解出来的所有预算指标 全部给它挪列进去 这个指标它不一定是个比率啊 有很多朋友说预算指标就是个比例 不是的 它包括具体的这些经营活动应该达到的目标 所承载的一个载体 比如说收入成本费用具体的这些内容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 第二个预算表格当中的这些项目 它会和我们的资产负贷表利润表当中的这些项目进行交叉 看起来很像 比如说咱们的收入成本费用 这些都是水平表当中的 但是你不需要把整个水平表直接抬过来就用 太麻烦 毕竟一个是管理会计 一个是财务会计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咱们这里的其他收入和其他支出 这个其他和咱们财务会计当中的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其他收入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营业外收入 这些内容统统放到其他收入当中去 而我们在利润表当中的其他业务收入 就放在这个大的收入当中去 你觉得有必要拆分 那你就进行拆分 它都是业务活动带来的 只是主次差异而已 我都放在那 业务收入当中去 OK 那么其他支出相应的 也是对应其他收入这个概念 这个地方的其他支出 有意思的是 我有时候把财务费用放在里面 各个公司不一样 你要单独出来也可以 那么这就是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 不需要把所有项目罗列出来 可以规整一下 不然一个表格太大了 下面就是你的所得税 净利润 资本性支出 经营活动 进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这些类的 下面这一块就是你的这些反应经营的效率的一些指标 有多少你写多少 你们公司想管的一些方面都写进去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周转率 你的应收资产负债率 你的存货周转天数 你的存货周转率 这些东西都可以往里放 包括什么EVA 还有你们的这些什么 以投资本回报率 还有综合资本成本 这些你愿意放进去的 你们公司要管的 都放在里面 这是第一个 放哪些 第二个 这张表格 大家看到了 有上年完成值 上年预算值 预算完成率 这三项 不需要 下面公司填 直接由你把它填了 放进去 锁定 不能修改了 这些数字都有吧 这些数字你们是完全能够通过自己 把它填字出来的 有朋友说我们填不出来 怎么可能 你作为一个总部部门 居然没有下面的这些下属公司的数据 连数据都不管 何来的总部都不 所以一定有 填进去 锁死不能变了 你下发给他的表格里面 这三项已经有数据了 本年预算从哪来 他自己填 但这个数据不是直接填进去的 而是通过我后面的各项明细表格过路进来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在Excel里面做一个公司 就是等于某某某表格当中的哪一个格子 而他自己填完这个数据就飞过来了 同样的增长率不需要填 直接通过这个数字的生成和前面的上年完成之比较就形成了增长率 明白了吗 这个数字也不是填的 公司设置出来的 这是公司设置出来的 这是你已经提前填好的 还有一个你提前要填好的就是三年符合增长率 这家公司前三年的该个项目的符合的增长率 拉平以后增长情况是什么样 但是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 这个地方的三年符合增长率对于一些比率指标来讲 比如说毛利率和净利率 他就不是一个增长的概念 他是个平均值的概念 比如说前三年我的毛利率平均是多少 15.3 我的净利率平均是多少 3.98 这就是平均的概念 不是说每一个都要看到增长率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我再提醒大家一个 这个地方的增长率 对于这些绝对值来表示的数据 他确实是用 预算除以上年再减一算出来的 而对于这些比率指标 比如说我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是用什么算的呢 直接用绝对数减出来 预算值 比如说我是16.8 上年的完成值是16.8 他增长率就直接用绝对数减 16.8减16.8就等于0就完了 而对于像这种负数的这种情况 没法算增长率 就没有不填就完了 注意啊这个表格哪些是你填的哪些是自动算的 基本上说起来这张表格当中不需要编制单位在里面填数据 就算他要填也是填后面的表格然后直接过路进去的 明白了没 但这个表格当中还有一个要注意 编制单位 和联系人 预算表格最重要的两个这个表格是谁编的吧 这个表格编的是谁的内容吧 你不要说收集一个表格上来 经常我发现啊 发表格的时候有些朋友 连那个表格的名字都难得取一个 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 经常把这种表格弄来弄去之后 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版了 那无用的这种体力的消耗没意思 编制单位写清楚是谁 第二联系人 为什么要写个联系人 谁编的这个表格 我能够找到人了 经常有时候出现个问题 找一个数字很简单 问都要问半天 你问我我问你 最后问到一个人是他做的 固定一个人 OK 那么这是总表的一个情况 总表情况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讲几个重点内容 很容易忽略掉的 上年完成值 上年预算值 这个上年完成值是怎么出来的 有朋友说 我就是用上一个年度的 报表当中的数据 确定出来的 对吗 不对 对于预算来讲 报表数据只是一个基础数据 这个基础数据是我们确定一个公司 经营业绩的一个 基本的数据来源 而实际上确定一家公司 经营业绩到底完成怎么样 我还会剔除其中的一些例外因素 做过几下考核的朋友都知道 比如说 今年在年末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我们未尝 考虑到的市场的机遇 公司确断了很大一个收入 而这样一个收入是不可持续的 这就是我要剔除在外 你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 你这家公司的加分项 同时我也不把它作为 以下一个年度预算的基数 这叫公平贴除例外因素 第二 这个三年完成值 必须是考核口径下的完成值 也就是预算 考核方案下的一个完成值 他不能说我的这个完成值 是一个直接用快据数据来的 不行 你最后考核得分是多少 整个计算这个分数的数据 就是你的这个上年完成值 记住了 预算当中的所有内容 都是跟预算考核相关的 第二 上年预算值 上年预算值有意思了 考虑的是你整个预算的完成率 上年的预算完成率 作为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我看一下你上年完成情况什么样的 当然这一类数据 你觉得有用就保留 你觉得没用就算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类 对于判断一家公司 在今年预算编制当中 各项增长率的变化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上年预算值 你得确定 到底是用调整前的 还是用调整后的 什么叫调整前调整后 我这家公司 在十月份进行了预算的调整 那就用预算调整后 没有调整就是预算前的 这是最简单的理解 还有一种理解是什么呢 我的整个上年的完成值 是按照更改预算后的这个指标 进行考核的 那我就要用预算调整后的这个数据 填入到上年预算值当中去 这一个具体的运用在于呢 在于这家公司对预算的选择 比如说我出现了一个市场不利的因素 这家公司的收入受到影响 其实我是可以申请预算调整 把这一个影响给我踢出在外 我该有多少考核得分 我有多少考核得分 但我也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我不要你调 我自己把它承担了 我今年吃亏我愣 但是明年预算技术的时候 必须按照我这个吃亏以后的较低的数值 给我做一个基准线 这才叫公平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有利不利 你是选择承受还是调整 会影响这个上年预算值 记住啊 这两个数据不是直接从报表上来的 有分析的一个过程 第二增长率 这个增长率看三个 第一 预算的合规性 有没有达到今年公司的预算原则的要求啊 第二 预算的可行性 你报给我一个预算 比我下达给你的预算的原则都还要高很多 能不能使得限呢 你是一时机动填了这个数吗 还是说你有对预算考核方案的其他想法而填了这个数 还是说你确实能做到呢 又或者你填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数据 那么要考虑预算的真实性 你是为了降低自己实现预算的难度 还是真的有困难 这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在这里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表格要注意的事项 经常容易搞错 就是这几个 OK 那么预算总表设置完成以后 我们就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收入预算表格设置的方法与技巧 相当于是填报我们前面总表当中的第一个项目 收入那个格子当中需要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怎么做 我们最好设置这样一个表 比如说下属的一公司 比如说一分公司 一分公司 你们在填收入表格的时候 怎么填呢 按照客户的维度 结合业务的维度来给我填 什么意思 你在18年准备面向假这个客户 给他提供业务一的商品或者服务 以准备实现多少收入 而这个收入实现以后 相较于同样一个客户做同样的业务 你的增长率叫上年是增长了多少 也把它展示出来 这样做基本上我可以把整个一公司的 分客户的结合业务的收入的情况 罗列出来 这个罗列出来以后 我把它汇总就可以看到 一公司来自于假客户的收入 占整个公司的 一公司的收入 的情况是多少 同时我也能看到 一公司来自于业务一的收入 又是多少 相应的增长率是多少 这个表格这么十二支 填起来相对会比较复杂 没有我直接填一个数字简单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处有两个 第一个 对于这一家填字数据的公司来讲 它基本上会解决两大难题 第一 我想在收入上面 尝我的收入增长的真实情况 这个可以给它码掉 第二 我想满足你的预算收入的目标 而虚增我收入预算的填字的数据的 这种可能性给它码掉 为什么 比如说 你来自于假客户业务一 这个对应的收入 在18年是1260万 只增长了1.5% 有问题啊 根据公司总部市场部 对假客户业务一的这个事项的判断和了解 实际上这个假客户业务一对应的收入 每年的增长率都是在5%以上 而且在18年也不会出现什么市场大的变动 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呢 你想长收入吧 我能够通过很明确的方法给你找到 第二 如果你是为了满足整个公司预算目标的编制 我就是随便给你编个数 我拦得跟你扯 太麻烦了 我填完数字我交给你交差 我也能够看到问题 来自于已客户业务二的收入 在18年是2645万 增长了20.1% 这个增长率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增长率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来自于一客户业务二的这个收入 这几年基本上它的增长率 符合增长率二 符合增长率所体现出来的 都比20.1%要低 而且是逐年往下走的 不是说下降那么快 但至少是个往下的趋势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会不会你就只是为了把这个数据给填出来 而直接找了这么一个数据 翻来翻去 总之所有的数据之间都会存在这样一种虚高虚低的问题 只要虚高虚低 我直接通过对应的这一个业务加客户的维度就能够给你看出来 这就为我们后面的预算的审核提供了基础 这种方法也为我们在第四个课程当中预算模型的搭建结合起来 所以各位朋友建议啊 你们在进行预算编制收入这个环节的时候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做 这个方法很好用 这个表格不需要那么复杂就那么简单 客户业务对应的预算和增长率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收入预算分项的作用在于什么 实施的路径可不可能 实施的策略是否真实的 明白了啊 这是我们收入这个地方 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维度 我既可以从业务加客户的维度 我还可以从业务加公司或的部门的维度 业务加公司或部门的维度用在哪呢 用在咱们总部进行汇总的时候比较好用 比如说你下面的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四公司数据都填回来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你既可以把我们前面讲的那种 来自于哪个客户和哪个业务的整个汇总出来 同时也可以用这个维度进行汇总 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下属的这个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四公司 或者A部门B部门C部门D部门 他们在18年对应的某一个业务上面 预算要实现多少 相应的增长率又是多少 而这一个部门 整个的预算会实现多少 增长率达到多少 相当于你给自己做了一个简化的分项的预算汇总表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表格基本上是面对一个执行主体来做的 它有用处 但是我觉得这个表格啊 从预 收入预算的模板的设置来讲 更重要的是咱们上面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作为一个补充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也可以按这种方式来做 明白了吗 它的最大作用是把任务目标给说清楚 OK